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传承 也表示对前总统为国家服务多年做出一种赞许 然而特朗普总统这一任任期都快结束了 在白宫里没有发现奥巴马的画像 原因很简单 特朗普特别不愤奥巴马 以前我们就聊过 正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奥巴马几次三番 口头语言羞辱过特朗普 结果让特朗普下定决心来参选总统 所以两位总统之间的关系很不好 因此特朗普执政时期根本就不允许把奥巴马的画像挂进来 有人猜测 如果这次特朗普再赢得连任的话 那么对不起 奥巴马画像进白宫还得多等四年了 不光是奥巴马的画像不让他进来 就在最近这两天 特朗普又做出了一个夸张之举 什么呢 他命令人把在白宫悬挂的另外两位前总统的画像挪走 一位是前总统克林顿 一位是前总统小布什 当然 他也知道 你说我把这个画像毁了 或者把这个画像扔了 不太好 他命令人在白宫找一个非常狭小的 常年没有人去的房间 让这两位前总统的画像到这个小房间被打入冷宫吧 然后呢 换上两位百多年前共和党前总统的画像 为什么要这么做 特朗普的用意很明确了 我讨厌这两位前总统 你说特朗普讨厌克林顿 咱们理解啊 毕竟四年前 特朗普跟希腊里是打过选战的 打选战的时候 那自然什么样的坏话都说得出啊 因此克林顿一家和特朗普关系很不好 然而小布什招谁惹谁了 小布什跟特朗普还是同党的呢 没办法 特朗普也非常不喜欢小布什一家 从老布什到小布什啊 都有传言说 小布什今年有可能不投特朗普 去投拜登呢 我们知道啊 美国总统四年一任 顶多两届八年 所以啊 在美国政坛上从来就活跃着多位前总统 这些前总统们甚至组成了一个总统俱乐部啊 大家经常性的到白宫来开个会啊 聊个天啊 给国家政策出谋划策 甚至克林顿当年就讲啊 只有这个干过总统的人才能明白 总统这个职位给人带来的喜悦呀 压力呀 惆怅 在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跟你干过同样职位的人啊 经常性的大家聊聊天 然而这是一个好事儿 而且对于美国两党政治 前总统们也是一个稳定器 然而这个传统到特朗普这一代算是断掉了 您想想 美国在世还有几位前总统啊 除了都快一百岁的卡特前总统之外 剩下这仨 小布什 克林顿 奥巴马 都和特朗普有着血海深仇一般啊 以至于前些日子 我不是说吗 美国未来有这个五化危机 其中一化呢 就是韩国化 什么叫韩国化 就是下了台的前总统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现在已经有苗头了 拜登已经宣布了 如果他上台 绝不特赦特朗普 特朗普现在也是动用国家机器来调查拜登的儿子 甚至调查拜登本人 未来美国政治可能不像以往那样 你选上 你就上 我选不上 我给你打个电话 我承认败选就完了 未来很有可能谁败选 谁进监狱 甚至台面上这三位前总统可都有问题啊 奥巴马咱甭说了啊 特朗普一直宣称他要调查前总统 甚至特朗普前一阵可说了 奥巴马遇到的问题比水门事件还大 克林顿呢 大家忘了爱泼斯坦是怎么死的了吗 还有小布什 按说小布什和特朗普可是同党的呀 但是不行啊 特朗普前阵子不是说吗 小布什阵内你发动那个伊拉克战争啊 伊拉克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杀伤型武器 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出来承认 当年他们是个骗局 是个谎言 我想未来如果有一天 国际法庭要审判小布什的反人类罪战争罪的时候 不知道特朗普能不能出来作诚呢 今天一调的可只是画像 未来难道真像韩国那样 要把前总统们送进监狱吗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这EEEEEEE 都结束队喔 Clo σηg